我是很喜歡吃東西的 我媽本來不是那些喜歡到處出街吃東西的人 來來去去都是去那四、五、六間 但是因為我媽很喜歡做很多不同的食物 令我都喜歡吃東西 她如果喜歡的話 我們今天在這裡 鳳城說明是旺角那間 她最後一次夠精神出街吃生日飯 就是在這裡鳳城 就在我們旁邊的桌子 之後還有生日 但是她已經不夠精神出街了 那兩年 除了她病得很辛苦之外 其實那兩年 你說是不是真的很不開心 不是的 反而是她病那兩年 一家人的關係還好 是一種很矛盾的關係 我一生最親近 為我犧牲最多 我沒有她 我沒有今天 就是我媽媽 她是在德望讀到中七畢業的 以英文 以那個年代來說 真的算不錯 她是一些 那時候在香港還很新 但是現在就是一些超級名牌 化妝品公司是做銷售經理 她簡直是有份去 合同一些飛過來的法國人 一起去幫那些化妝品銷售員做培訓 她是放棄了她一切在香港的事業 過去澳洲的 我爸媽八十年代頭 其實是第一次離婚的 那一個理由 不是因為我爸爸有另一個女人 這些事情反而我媽媽看得很開 反而是因為試過我去探望我爸爸的時候 這位女士她不知道發什麼神經 嘗試拿水果刀追著我來捅 我爸爸離開了這個女人之後 就來香港求我媽媽回去 她那時候1986年 是決定跟不跟我爸爸去澳洲的 都是十五十六的 但是始終她那時候 都是覺得如果讓我去澳洲 和有個爸爸在身邊是比較好 也都是有一點點不幸 不夠幾個月就我爸爸出事了 1987年我爸爸突然間被人拘捕了 有很多人說 那好吧你留在澳洲 不如叫你兒子畢業後 就去託餐 那我媽媽說不行 這個兒子讀到書 她的手腳很隆盡 經常是手藤腳震的 你叫他去託餐就是叫他去死 八七八八年左右 因為我媽媽就有一份工 她由早上做到晚 就經常都不在家 幫人拿些衣服來燙 去賺錢 有時候真的好老實 你都知道外國人男人 很多不喜歡穿底衣服 穿襯衣服 那真是成一股臭壺的襯衣 她都照燙的 甚至試過在火車站 在那些小食店炸豆腐 到後來她才慢慢找回她的本行 就是做銷售業的 八七八八年那段時候 如果上學的那些三文節 要麼就是塗上生醬 要麼就只塗上少許醬 媽媽可能是做好隔夜飯 我就拿去微波爐燙燙 那什麼菜呢 有些就用雞蛋去燒 但是比較多的立場 好像很多人 她要遇到事故 她要去撐起一些東西的時候 她就很堅毅 但是其實 在她的深深處 她是一個很弱的人 我是負責去受她的情緒 我結了婚之後 她的情緒搞到連我也有情緒病 我是她的兒子 我要服從她 我要聽她的話 最好連媳婦都聽她的話 我媽媽是零售業出身的人 無論是她自己說話也好 或者是別人怎樣跟她說話也好 都比較喜歡多花言巧語 但是因為我太太是一個IT人 我想你不需要我形容太多了 反而到了我媽媽真的病了 有很多事情的時候 她開始看到我太太很實際 去怎樣願意赴湯到火 去幫我媽媽去想不同的事情 做不同的事情那一面 那 那 我媽媽很多時候之前很喜歡星期日 又說一家人出去喝茶 這樣 這個我太太很好心思的 她真的會刻意在星期日 明知道她不是很吃到的了 其實那些東西 買了點心拿去療養院 那我們一家人就假裝喝茶了 真的沖一些保理茶 那時候她已經不是很吃到的 要拿一粒蝦餃打碎來給她吃 她生病那兩年一家人的關係還好 叫做大家有機會慢慢去跟大家說再見 那